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当一个人要寻找人真贵人的时候 然后第一个步骤叫做积极主动出击 我们可以主动上前去打招呼 做一些这种打招呼的动作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周思敏国际时尚礼仪专家 从钢琴老师到国际SMC机构高级讲师 从台湾选美协会礼仪顾问 到中国国际礼仪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礼仪特约专家 他总结华人成功人士 特别是成功女性的辉煌人生 将人生成功的要素归纳为热情 健康 财富 家庭和社交五大魅力 他创办的精品礼仪课程 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好评 同时他也是生活礼仪类 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作者 被誉为中国时尚礼仪教母 魅力女性总教练 本期节目周思敏与您共同探讨 职场中的时尚礼仪 商务和休闲场景中如何与人交往 时尚里有三个场景 第一个是商务 第二个是社交 比如说今天我们到了别家公司 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商务场景 这时候你肯定要尊重对方 同时尊重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共识就OK了 那你说平常咱们这个部门天天见面 除了我们的形象仪表要注意之外 那讲话当然也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不要没事就圆圆经理您好 今天我要跟您汇报的事情是一二三四 那太刻板了 你也可以说 哎 圆圆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啊 逛个街 压个马路 也是可以的 所以哪怕在职场里边这样的环境 我们也分商务 社交跟休闲 不要说在职场里彼此之间称呼头衔 下了班之后就不能勾肩搭背 那就没有意思了 下班之后我们是朋友 在职场里呢 我们可能是上级跟下级 那开会的时候 咱们共同就是一个团队 是这样的 分清就好了 再来就是休闲 那我们今天如果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那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生活中的休闲场景 有什么话都可以说 但是在休闲场景中呢 我们即使有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们也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把你想说的话 变成对方爱听的方式表达出去 比如说啊 我常常讲 休闲场景啊 我们见面聊天 可以多提一些正面的话语 见面可以赞美对方一下 进到圆圆了 圆圆是我们家的小姑子 比如说啊 见到圆圆了 我就说 哎呀圆圆 你好可爱哦 你看你看 我发现你的脸红扑扑的 越来越健康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哎呀圆圆 你看 你看我觉得你脸都瘦了 身体更瘦 哎呀你的脸啊 要瘦成像你的身材那样多好 那你一直说什么 说人家脸大 在生活中我们哪怕是休闲场景 也要学会把自己的话 变成对方爱听的方式 讲出去 尊重对方 社交场合中如何邀请女士跳舞 这样吧 我们请这位先生好不好 西装革履的这位先生 可以吗 小姐能有心请你一起跳支舞吗 可以 非常有心 他好紧张啊 有点紧张 好很好很好 可是我觉得你用了真感情 来转过来好了 我觉得刚刚我们这位先生 他用了真感情 笑眯眯的走过去 小姐能邀请您跳支舞吗 他别一直笑一直笑 好了 其实在刚刚这个过程中 作为很多很多男士 在我们年终开party的时候 完全可以大方地邀请女生跳舞 注意几个小细节 就可以做得非常到位 怎么做呢 当你看到这位女孩 是你蛮喜欢的 走过去 先鞠躬 鞠躬的时候 我们男士有个站姿 不要像周老师这样啊 这是女士站姿 男士是双脚与肩同宽 收腹挺胸 这时候请将您的左手 放在背后 右手压住您的西装 这时候说 小姐您好 鞠躬 我能请您跳支舞吗 非常的大方 把你的手伸出去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么伸 因为女生是坐着的嘛 当她这么伸的时候 来 起来 转个圈 好 那我就可以带她到屋池了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很简单 OK 好 职场女性如何装扮 更有气质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是 企业的总经理 或者是总监级以上的 你最起码 你的服饰的布料 要考究一些 颜色在职场里面 要穿得更加的稳重一些 米白色啊 或者是这种黑色啊 深蓝色都是可以的 深咖啡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只是公司的中层 那我建议你 你的整个的职业套装 不一定那么那么考究 为什么 因为你太过考究 你抢了别人的风头 那如果我们只是 刚进职场的新鲜人类 我们一个月收入 也就几千块钱 那这时候 你说老师 我要花一万块钱 买一套西装 我一点都不认同 随便先买一两套就好了 有换洗的就好 当我们到一定的职务的时候 我们再来穿出 让自己更凸显品味的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那在这边 我倒是可以给大家一个点 作为职业女性 要学会用亮点 什么叫亮点呢 比如说我们在服饰上 可以加配件 就是我们的胸针 或者是我们的耳环 或者是在丝袜跟鞋子上 有所搭配 那最最重要的 一位女士 一定要学会 叫做眉清目秀 明眸好吃 何谓眉清目秀 建议大家头发梁 不要把你的整个的眉毛 都盖上去 这叫做眉清 目秀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画眼线 涂睫毛膏 那涂一些眼影 千万不要说 老师我在职场里面 我眉清了 但是我目也秀了 秀成什么 像烟熏妆啊这样子 太过夸张的这种妆容 不适宜 再来明眸好吃 明眸好吃 指的就是我们牙齿要白白的 然后多微笑 你说老师我牙齿不白 长得又不起怎么办 一样可以好吃 为什么 去买一些能够美白的牙膏 刷一刷 更重要的明眸好吃 是指的你的笑容 从内而外发出来的 一种笑容会更好 社交场景中如何穿礼服 何谓社交 社会的交往跟交流 绝对不要一个人坐在那里说 今天是社交场合 最好你们来找我 我都不积极主动出击 因为当一个人要寻找人生贵人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叫做积极主动出击 我们可以主动上前去打招呼 做一些这种打招呼的动作 那第二个如果从着装上来讲 建议大家可以穿亮丽一点 但是你还要分清一个原则叫做top top这个英文单词怎么说 叫做top 就是顶尖跟卓越的意思 何谓top的原则呢 t代表的是什么 叫做时间 就是不同的时间 比如说今天是晚上 今天是冬季 那可能跟夏季的晚上 你的着装要不一样 那第二个呢 o代表什么 叫做object 指的是目标和对象 你今天是不是最佳男主角 是不是最佳女主角 你也要分清楚 那第三个p代表是什么 对非常好 就是场所 今天的场所是什么 你也要分清楚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五星级酒店 办大型的party 你不穿碗礼服 你也要穿小礼服 何为碗礼服 碗礼服叫做拖地式的 也有人称为大礼服 那小礼服就是在膝盖附近的 我们称为小礼服 碗礼服到底穿 漏到何种地步 因为很多女生都说 哎呀老师一讲到穿碗礼服糟糕了 面料你说 靓丽一点 或者是说这个有亮片的围仪 那么前胸低在哪里 后腰开到哪里 这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做呢 来所有的同学 把您的手拿出来 右手放在你的前胸 我们所有的女生都有PP点 什么叫PP点知道吗 最高峰 放在你的最高峰上 去中间的位置 叫做弹中旋 碗礼服的前胸 如果要低 可以低到这里 大V字V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说老师 我看人家影视明星低到这里呢 那人家是明星 咱不是 咱没料啊 不能乱V啊 OK 前胸低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你说后腰 有人喜欢漏对不对 到底漏到哪里 来请同学把右手拿出来 摸一摸你的腰部 这里有一个地方很平 很低 咱老百姓说 那个地方叫腰眼 有没有 对 这个地方 最低最低 可以低到这里 你再低就不行了 就低到别人家去了 游蜜网 每天立腰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 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如果您今天开车呢 咱们就选择 可以好停车的地方 如果咱们搭地铁的话 咱们就选一个 离地铁口比较近的 您觉得呢 游蜜网特别制作 问答节目 在路上 相亲时应该怎样着装 女生在相亲时候着装 最忌讳 薄 透 露 短小 扫地 这五个部分 第一个 太薄 男士一看 今天在我面前穿这么薄 明天在别人面前 可能也穿这么薄 透呢 不雅观 比如说你穿的是 黑色的内衣 外观套的白色衬衫 整个人都透出来了 这种感觉也不好 远远地一看 你的size多大 我都掌握了 第三个就是 过于裸露 比如说前胸太低 你稍微一弯腰 一讲话 这男人的视线 已经不在你的脸了 跑去脸下面的锁骨 以下就不好了 短小 就是过于短的迷你裙 有可能会露到底裤 这样也是不雅的 再来呢 扫地过于长的 大喇叭裤 你走过去之后 哇 整个餐厅都不用阿姨了 那如果你说 老师那我应该穿 什么样的衣服 比较好 第一个 你是女生 肯定要穿女生的衣服 我讲的就是 不要太过中性 人家一相亲一看 这男的女的 不对啊 这就糟糕了 所以我们要穿 女性化的衣服 颜色可以稍微 亮丽一点 但是在亮丽的过程中 又不要把自己 打扮成像圣诞树一样 这一个头花 这一个耳环 这一个项链 然后这一个胸花 这一个手表 一个铰链 哇 什么一大堆 这就是 简直就圣诞树 这样肯定是不行 除了这个饰品之外 我建议大家颜色 尽量选择 可以鲜艳 但要稳重一点 第二个呢 也不要穿得很古板 穿职业套装过去 人家以为 来面试印证什么植物 如果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穿牛仔裤 当然可以 牛仔裤配休闲也是可以的 看你们今天约会的场景 在哪里 建议女生 尽量穿一点点高跟鞋 显得自己比较挺拔 那男人呢 有很多男人特别好玩 平常不穿西装 一到相亲的时候 穿西装 谁说相亲 就一定穿西装啊 夏天 我们可以穿个短袖衬衫啊 都不打领带都可以 就穿个白衬衫 粉红色的 水蓝色的 都是可以的 我建议大家 在相亲的时候 把握一个原则 叫做商务休闲装 就可以了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有五个问题 是比较不适合问的 第一个 尽量不要问对方的收入 你不要没事就问 媛媛 你看你在这当主持人啊 挺辛苦的啊 一集节目多少钱啊 对方也很尴尬 再来人家媛媛的收入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第二个 就不要没事 见到人家就问说 你结婚了吗 或者说你孩子多大了 有一次我去演讲 然后结束之后 就有一个学员 跑过来问说 周老师周老师 我可喜欢你了 现在没准儿 咱都自己人了 我一看旁边还有四位 他说了 看你很年轻的 你结婚了吗 我说嗯 哎呀 那孩子多大了 我说没孩子 哎呦那怎么不生啊 我说 当初年轻时候太忙 还没来得及生 哎呀快生吧 快生吧 我告诉你没事 即使如果你不行的话 我这有个秘方 我回去传给你 哇塞 他问完之后 我内心无病的难过 我在想 他问我是不是觉得 我有毛病啊 OK 真的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 还问锅底在哪里 第三个是不问年龄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尽量不要问人家 过往的病史 有没有得过什么病啊 比如说 圆圆 那个你的外婆的妈妈 还在吗 那肯定不在了吗 好了 人家说哎 那不在了 哎 当初怎么走的 是因为肝病 啊 不会是肝癌吧 嗯 是 哎呦肝癌遗传呢 哎呦你可要小心点啊 那糟糕了 人家一听内心无比的 压力无比的大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 不问过往的经历 比如说宗教信仰 我们大家今天往这一坐 圆圆你是姓什么教的 你姓什么教的 伊斯兰教 你呢 佛教 哇 这两个人马上就 一对情绪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姓睡觉 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 虽然我们讲的五不问 可是有人他特别想知道 尤其两个人在交往 谈恋爱的时候 他最想知道 对方有没有钱 其实啊 我们是有办法 旁敲侧击问出来的 而且在学会了 时尚礼仪之后 在懂礼貌的情况下 比如说圆圆是男生 我是女生 圆圆约我要去吃饭 说哎呀圆圆啊 是啊 好感谢你请我吃饭 那这样吧 如果您今天开车呢 咱们就选择 可以好停车的地方 如果咱们搭地铁的话 咱们就选一个 离地铁口比较近的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地铁口 近的比较好 那你知道 他肯定没车 理解了吗 就类似这样子的 如果你说 你真的不知道 他收入多少 你也可以这么问 你这么问 你说哎呀圆圆你知道吗 上个月我们公司 发奖金了 发了一万块钱 你觉得多呢 还是少呢 圆圆说 哇好多 一万块钱 我们公司才发五百 那你就知道了 给我吃好几个月的 对 他说哎 一万块钱没有多少 那证明怎么样 嗯不一样了 大嗓门是礼仪中的短板吗 分环境分地点 比如说到了东北 哎我超喜欢东北人 讲话的声音的豪爽 比如说 啊 彼此之间见面 就哎呀大姐 小妹呢 感觉棒棒的不得了 哎干啥就要咱家呢 整一个位 我觉得挺好的 你说如果这种东北话 我们到了南方 你肯定是用不了的 很多很多的南方美女 他们彼此之间 讲话很温柔 这种温柔 如果带到北方人家 就说哎装什么呀 你说话好好说 干嘛不把舌头里直了 对不对 好了 因此我觉得 这是南北的差异 但是反过来说 一个人在公共场合 无论是南方人跟北方人 我建议你一定要符合 场景的说话声音 比如说今天是西餐厅 浪漫的西餐厅 你在里面就不能 爱服务员 你就不能这样 对不对 但是到了中餐厅 你可能就 爱服务员就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场景 风俗 还有乡土文化 起着很大的 至关重要的因素 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大家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 某些电影院 飞机上 火车上 或者是轮船 这种交通工具上 甚至我们今天 听一个演讲 听一个报告 这时候 不要说大声说话 你连手机都要关掉 更何况你大声喧哗 那肯定是不宜的 这个应该跟你的 性格没有关系 而跟你个人的修养 很有关系 我希望大家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记住 场所不同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也应该有所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订阅